两个奖的感觉都很不同 首先就是亚洲电影大奖 这个是一个很意外的收获 而至于金像奖的话 更加是一个梦想的实现 因为我想我做演员的初头 都会觉得有一天我能够 握着金像女神就好了 那... 想不到真的 哇! 梦想实现了 哇! 这样 但是除了梦想实现的同事 其实这个只不过 我作为一个演员的开始 所以很希望接下来的日子 慢慢继续努力 跟随自己的步伐 好好演好每个角色 还有很高兴 其实这次对于我来说 为什么情绪波动可以这么大 就是因为你看到 《八日之下》团队 他们十六项提名 每一个台前幕后的演员都有来 然后你会站在台上 感受到他们每一位 对我支持和对我的爱 还有或者可能 看到一些曾经合作的导演 演员朋友 我就会觉得 哇! 时光真的飞逝 眨眼就十年了 所以就是很感触 还有很感动 对了 其实我都没有打算太大的庆祝 其实我只不过就是 因为其实《八日之下》 那套电影都会内地上映 只希望我这个奖 能够传递这个讯息 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电影 希望如果能够上映的地方 会多些观众支持 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充满力量的电影 很希望可以透过多些观众看这部电影 让我们知道当年社会发生过的事 然后她刚才说 就是刚才 《Let's get to the top》 然后我和Jennifer在那里 超级开心 然后去到神灵异唱歌 和Manson 他们唱歌的时候 我就很享受 所以我想是 那个不同 然后我慢慢在这个行业 找到属于自己的享受 这边恭喜庸庭德奖 谢谢 因为去年在台湾上映的时候 电影也有很多台湾观众很喜欢 要不要跟台湾观众分享一下 德奖感言 谢谢 用国语? 对 好的 谢谢 好的 我慢慢讲 有限那个时间 好的 首先我真的非常的开心 因为今天《白日之下》的16个题名 就是每一个工作 做纲委的同事也有到来 然后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 我当年跑龙兔的时候 就是有参与导演 第一个电影的作品 然后谢谢那个缘分 把我们再拉在一起 然后再拍了她第二套电影《白日之下》 然后我就做她的旅配角 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就是如果还没看《白日之下》的朋友 就快点去电影看 因为她是一个提醒着我们在这个 扯恶的现实如何做一个善良的人的一个好电影 对 听得懂吗 好 谢谢你 你好 姓鑫安位置 你好 首先恭喜 《白日之下》拿到最佳女配角 我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 广东电影报导的 之前你是来到广州 很多广州的观众都说 很多广州的观众都说很开心看到永婷 这广州的观众都说很开心看到永婷 这广州的观众都说很开心 很疼爱每一个学生 我相信就是她以前在课堂曾经教过我们的每一样东西 或者人生的作用命都好 都提醒着自己怎样成为一个更加好的演员 要每一次演出都要问心无愧 我刚才在台上都说了的了 真的很多谢 是否后方还有提问 上次多谢了我就很害怕没有时间 这样被人圈 我相信我家人都很知道 所以我很爱每一个家人 还有支持我的人 还有我的狗 有啊有啊有啊 都不是齐了 因为金像奖今次有人数限制 所以都是去我妈妈 叔叔爸爸和我男朋友到场 但我知道身边有很多爱我的朋友 他说我一定要透过大气电波说他们 就是我的中学的女同学 他们特意去家看直播去支持我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得奖支持 都说很幸运的人就是 我哪来的福气身边 可以有这么多朋友去爱我 还有你们记者朋友 刚才在红地尖都为我欢呼 所以真的 好多谢你们这样许愿 然后就成真了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 嘉宾 期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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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